病患在醫院大廳等待叫號 醫護人員忙進忙出 疫情三年來一直堅守崗位 但是新光醫院卻被爆出 防疫津貼一發要求醫護繳回 公告內容提到 去年五月防疫津貼應該領八萬 但是卻發到二十億萬 總共一領了十三萬元 必須抽空繳回 但是當時護理師控訴 洋洋灑灑寫下一串文字 當中卻沒有說明原因 只要求員工繳回 而且部門有半數的員工 都發生同樣問題 可是實際上任何的理由原因 如何發生的 都沒有說明明細給我們 這個錯誤到底是誰說了算 非常匪夷所思啊 對此院方回應 津貼原本是衛福部 還沒核發下來 但是基於讓員工好過年 試算後發現 可以發出津貼的七成左右 但是因為時間倉促 行政人員作業出現疏失 Essal這個檔案 這個格子因為錯字的關係 它本來應該只核定 只能領一萬的 錯字就領了十萬 對這兩百多位同仁最真誠的道歉 院方表示發現錯誤當天立即開說明會 並且通知每位一領的員工 盡快繳回 只是除了新光醫院之外 還有其他醫院也有防疫津貼爭議 護理師公會爆料 還有醫護整整一年都沒有領到津貼 發放速度真的有待改進 記者周天傑翁佳佳於台北 才有報導 矮黃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這個 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